得知封雷格遭硝烟覆灭,雷尊者命丧其手,凤卿尔为何暗自窃喜? 凤卿尔身为天妖皇族的族人,在封雷格内地位尊崇,身为雷尊者的关门弟子,更是享有特殊待遇。 他身旁常驻两名斗宗强者保护,然而这份荣耀并非源自他个人的卓越天赋,而是源自他所属的种族,那三大魔兽种族之一的天妖皇族。 在远古时代,天妖皇族祖远古天皇,乃是与太虚古龙一较高下的无上魔兽,族内强者如灵,每一位族人都掌握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 然而,不畏约无情,远古天皇的传承逐渐中断,其后代血脉不再纯净,实力已随之大减,致使天妖皇族长期被太虚古龙压制。 以前天妖皇族对于中州事务从不插手,姿势甚高,但如今,为了重振雄风,驳回魔兽之王的宝座,他们不得不放下高傲的姿态,选择与中州的势力联手。 在这其中,封雷阁便成为了他们的合作对象。派凤青而去封雷阁,既为锻炼他,也为打探中州的现状,雷尊者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,他也想借机攀上天妖皇这条大腿,所以才将凤青而收为清传弟子,并且自己亲手培养,甚至对外宣称, 他将会是下一院阁主。天妖皇族也时常会给风雷阁一些资源,渐渐的风雷阁在中州拥有一定的影响力,可是凤青而却是对此不屑一鼓,本就是天才的他,自然看不起中州这些势力。 直到萧妍的出现,在四方阁大会上,二人交手底牌进处打得难舍难分,最后还是萧妍略胜一筹。 但他身上的古黄金鞋意外暴露,凤青而对其搜身,却什么也没搜到,一旁的雷尊者还不帮他说话,放任萧妍离去, 这一行为让他记恨在心。回到天妖皇族的凤青而,将一切告诉了族内长老,想要讨个说法, 这个时候的风雷阁对天妖皇族还有些用处,不可能因此翻脸,这件事儿也就没有了下文。 再后来,斗圣一记开启时,凤青而跟随天妖皇族强者进入其中寻找机缘, 雷尊者也参与其中,恰好碰到萧妍一行人,双方因为龙皇本源国打敌不可开交。 凤青而与紫妍分别召唤祖魂展开对拼,威力之大险些将整个斗圣洞府摧毁, 但是紫妍的血脉更加纯净,所召唤出的祖魂拥有更强的力量,很轻松就将其击败。 凤青而也因为行动的失败,在族内的地位一落千丈使他更加的痛恨消炎。 风雷阁此行到时收获颇丰,抢到了几卷高阶斗技和不少丹药, 渐渐的雷尊者就飘了,对自己所处的位置,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。 他认为风雷阁和天妖皇族之间是同盟关系,殊不知自己只不过是一枚棋子, 用完旧气,若是他不作死,兴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, 却非要与天明宗、兵和谷联手,搞个明和盟去攻打新云阁。 怎料此时的消炎已经晋升至斗圣,一人便将三名半胜击退, 就连魂殿的三天尊都被消炎一掌拍死。 雷尊者见大势已去,光速逃回风雷阁,发讯西向凤卿而求救, 希望他看在以往师徒的情分上,能够劝天妖皇族出手庇护风雷阁, 凤卿而很是爽快就答应了。 消炎日五十多名斗尊攻入风雷阁,雷尊者起扶内外夹击, 却致死未见援军。 天妖皇族以视风雷阁为无物,不愿为宝一弃子, 而以如日中天的星陨阁为敌。 凤卿而得知风雷阁覆灭,暗喜不已,因他早对雷尊者心怀不满。 然而,天妖皇族不懂淳王扯寒之理,不久也将面临消炎的清算。